Dium Moon北美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来了 护肤品美妆品时尚大牌 全年低价大醋狂洒百万金币 逛超市是生活里的一大乐趣 每次逛超市就跟发掘宝藏一样快乐 看到什么新鲜的东西都想买 今天就来看看我们最爱的九九大华 都有哪些必买清单 视频开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视频了 生鲜蔬菜类就不用说了 中国超市比起美国超市 简直多了太多品类 我们日常经常购买的几种肉类 就是五花肉,牛腩,猪蹄,大棒骨,鸡爪等等 蔬菜类有韭菜,芋头,佛手瓜,山药,紫薯等等 速冻和速食品都是忙和懒的时候最大的救星 饺子,包子,拌面泡面,螺蛳粉,随行换着吃 下面就给大家推荐一些日常好评的 饺子类 味全的水饺王是很不错的速冻饺子 口味众多 鸡菜鲜虾,韭菜猪肉,韭菜鲜虾,干贝鲜虾和其他鲜虾的系列都非常推荐 虾的个头大,用料实在 饺子皮有嚼劲 里面的虾都是QQ弹弹的口感 只是个别的味道比较重 另外,它们的馄饨也很好吃 还有思念的至尊虾黄饺和三鲜灌汤水饺 个头没有味全那么巨大,但是皮薄未美 特别是至尊虾黄饺里面配了脆脆的笋丁 并且虾个头饱满,鲜味十足,特别满足 毕品格 这家的速冻水饺,锅贴,包子都非常好吃 尤其是这款牛肉杂菜锅贴 煎成两面金黄,外皮非常酥脆 里面的馅料,咸度刚合适,非常香 配点蘸料蘸着吃,简直不要太棒了 泡菜饺子也是很好的选择 就是蒜味稍微有点大 包子,味全南響小龙汤包 皮薄爆浆,瞬间回到童年的味道 味全的各种包子,一包里面有6个拳头大小的 有各种馅料,香菇菜包和各种素馅的口味 味道都和国内很接近 思念猪肉小龙包,每一个包子都是小小的 但是里面都有饱满的汤汁 上锅中8-10分钟就变成了热乎乎的早餐 特别适合冬天 拌面类,对于素食面,手工类的面条更加健康 口味也会更好一些 增拌面,有多种口味 香葱焦麻味是最受好评的一款 非油炸的健康宽面,尽到滑嫩,粗细正好 口味偏清淡,但是葱油和香麻油的味道非常的香浓 焦麻感很强,和现炸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我爱吃麻辣的话,可以试探性的添加辣油 一点点加,价格在10美元左右4包 Kiki拌面,网红素食面,是舒淇创立的品牌 有多种口味,葱油拌面和焦麻拌面是最受欢迎的口味 面条是Q弹有嚼劲的细面 不吃辣的,可以买葱油的 如果重口爱吃辣,就买焦麻味 除了价格略贵,分量略少之外,口味和品质真的没得挑 售价在10-14美元4包 老妈拌面,面的选择有刀削宽面也有细面 口味重多,面条质感特别好,但是需要多煮一会儿 酱料包也很多,所以如果都加的话口味会比较重 可以慢慢添加,售价大概是6.99美元4包 性价比很不错 还要推荐一个特别百搭的主食 那就是义美葱油饼 有了这个百变葱油饼 分分钟做出鸡蛋灌饼,手抓饼,卷饼 而且特别简单 除了以上主食之外 相信很多人家里大多数的调味料都来自亚洲超市 除了普通的酱料之外 还要给大家推荐特别的几种大华超市的酱料 六婆辣椒面 火锅烧烤,蘸碟的真爱伴侣 真的是可以蘸一切的辣椒面 来自川瑜地区小伙伴的疯狂推荐 直击灵魂的美味 除了香浓的辣味之外 还掺杂着芝麻香和刺激味蕾的花椒味 麻辣鲜香,特别过瘾 另外六婆的火锅底料 也是特别正宗的川味 老骡子蒜蓉辣椒酱 这个爆辣的辣椒酱也特别推荐 可以用来炒菜,拌饭或者当成盏碟 不会像有一些辣椒酱吃了有焖住的感觉 这款是酸辣鲜香的口感 类似剁椒酱的味道 Cream BBQ烤肉酱 用来腌制排骨,牛仔骨,牛肉 然后直接烤或者煎 就是一道大菜 是韩式烤肉的口味 里面添加了苹果和梨的酱汁 所以会略带清新的甜味 一点都不腻,特别百搭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华美食好物推荐 如果还想要看更多大华美食和零食安利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更多食用有趣的北美内容等你来看 我们下期见,拜拜